那还有研究是表明说 人体细胞本身就有一种律动感 当人体细胞的振动与外部的节奏协调的时候 人就会有特别舒畅的感觉 那我们也知道中国古代有五音的律动 中医也讲五音对应五脏 胡医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中医五音对应人体的这个部分内容 好 中医的五音就是绝脂工商语 我们从绝来讲 绝调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西洋乐器里头的 Doremi的意思 那么它不同的调 那么就对应不同的绝脂工商语 就互相 而且绝脂工商语绝跟肝有关系 脂跟心有关系 这个工与皮有关 那个商与肺有关 而这个鱼跟肾有关 就是因为它跟五行的木火土金水有关系 因此呢我们才在讲所有的这个绝脂工商语这五个音那么就跟这个 五脂有关系咯那么假如说这个五脂里头 某一个脏器有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不同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你可以多听那一种音乐让你的这个五脂被调和起来 结果就好了 就这个意思 而且呢 中国古说的这个五音呢 它是在我们现在来看十二个音里头的它只对应了Doremi Sola 而没有那些升降调的那个那个那些音 好了假如说你在这个调子里头的时候啊 你就是在Doremi Sola这五个音也就是工商绝脂语这个五个音里头的时候呢 来做曲子 你会发现到它对应到我们的五脏呢就很好 假如说是绝调呢 它就会对肝好了 就这个意思 绝脂工商语各对这个肝心匹配肾 那么这样子的话 你自己知道你的身体是怎么样 而且呢 你当你听到那种音乐的时候 你会特别喜欢 那可能那一个就是对你好的音乐调性 就这个意思 是 那五音是怎么用来治疗五脏的疾病的呢 就是有什么特特这个确切的例子吗 这个很难说 例如说我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利用五音来做的音乐 假如说你把它的这个速度啊 变成为一秒一拍的那个速度的话 你的心脏 你的呼吸就会跟着慢下来了 慢到因为我们的心脏跳动是一分钟七十二下 呼吸是一分钟大概十八下啊 那么你假如说你能够听那种比较慢速度的 例如说一秒一拍的音乐的时候 你的你的这个呼吸跟心跳都会慢下来了 我们在这个就是在生理学上的了解啊 呼吸慢心跳慢 你的细胞的律动也会变得缓慢下来 这样子的话呢 身体里头的这个神经也开始缓慢下来 神经当中的以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为最重要 而这个副交感神经它所造成的影响就是心跳变慢 呼吸变慢 而且呢消化变好 并且呢免疫能力增加 还有睡眠变得更理想 所以呢你在慢的慢速度的音乐里头 然后呢又刚好你喜欢的调性 正好是你现在所听的这个音乐 是一个你喜欢的调性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你不管是消化 睡眠或者是其他的任何的表现都变得最好 因此呢你应该听你自己比较能够接受的 那个调性的音乐 然后再加上速度的这个改变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对你的身体变成是最佳状态 最理想状态 是 那胡医师按照您刚才所说的这种压抑 还有抑郁和哪个脏气有关 那我们又可以选择哪些音乐来舒缓这种情绪呢 因为有观众呢也在网路上提问 是觉得这个心理郁闷总是叹气 那要怎么办是听哪一种音乐可以舒缓 又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这种情绪 好这个我来先讲一个故事 是的在这个在三国的时代 这个华陀他治疗一位太守 这个太守呢因为这个可能是家事国事 都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都一个人要管得很多 因此呢 这个就一下子就是抑郁而生病了 他一旦抑郁就忧郁了 生了病了 就忧思过度了 生了病了 结果呢 这个家里的人非常的烦恼 该怎么办 那后来呢 这个他的儿子啊 就就找到华陀 华陀说啊 我给他治疗的话呢 他会杀了我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啊 他这个忧郁的这件事情呢 我要用怒来治他 怒就是跟肝有关系 抑郁呢是皮的关系啊 所以呢他就说 你他的皮有问题 我现在要用 要用这个怒的方式 也就是用肝的方法来治疗他 那么就就要去惹怒他 一旦惹怒他呢 因为他这个这个当大官的 他惹怒了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拿起剑来就要杀我 所以呢你得要 你得要这个 就是跟他的儿子讲 你得要保护我 让我逃掉 于是呢 真的去给他治疗的时候 就骂他呀 然后整个身体 弄得脏兮兮的 跑到他的这个床榻上面 然后给他治病 这个太手了 真的是活起来 拿起剑叫杀他 那这个时候他逃掉 因为逃掉的时候呢 这个就杀不到人了 因此呢就更生气 气到就吐了一声血 以后呢 病就好了 好 现在讲忧郁 忧郁就是皮的问题 我们讲喜怒忧思悲恐惊 七情都能够伤我们的身体啦 那个忧郁呢 是伤到身体的哪个地方呢 就是脾胃 所以呢要用肝来治疗 肝的音乐是什么呢 肝的音乐是绝调的音乐 就是Doremi 那个一大调的音乐 所以呢你应该要用 一大调的音乐 来治疗这一个忧郁的人 不管你用西洋音乐 你就用一大调的 用中国音乐呢 就用绝调的音乐 那么来治疗 这样子这个病情呢 就会比较来得快点好 中医的想法很好玩 它是用的所谓 相生相割来治疗 你是皮的问题 你可以用肝的 用肝来治皮 假如你的病呢 是肾的问题 是有筋孔的话呢 你可以用什么 可以用忧思的 或者说是皮来治疗肾 假如说你的病是新的毛病呢 你可以用肾的音乐 来治新的毛病 所以它是用这种 相生相克的理 来治这个病的 那么这些呢 在临床上 当然我们现在都不可能 用这种特殊的心理治疗 但是用音乐的话呢 倒是一个蛮不错的 一种选择 因为怎么样 我叫你用哪种音乐 你常常听那种调性的音乐 可能对这个病情 就有大的帮助了 是 那我们有脸书的朋友 是提问 这个Debbie 她是问说 听说伤心的人 不要听慢歌 胡音师您认为呢 这个伤心的人呢 是最好听轻快一点的歌 还是平和一点的歌 当然 伤心的人 当然是应该吃 应该听比较轻快一点的 伤心呢 是属于肺 伤心属肺 那么属肺的话呢 你要用纸调 就是你听中国音乐的话 听纸调 那假如说是听这个 听西洋音乐 就听鸡大调 这样子的音乐 大概就这个意思 好了 用这种音乐呢 还要怎么样 还要能够提神 提精神的意思 让你的精神变好 结果呢 用这个心 也就是木 就是木和土精水的这个火呢 火来治疗这个筋 也就是肺的毛病 所以这都是用这种 所谓相生相克来治疗 没错 刚才这一位 这个 这个来的这个讯息呢 就是讲这样子 Scavi的信息 就是要用轻快的 而且呢 最好是止调 或者叫做 激大调的音乐 那么对它就好得多 是 那我们还看到 很有意思的 莫扎特的音乐呢 对肠胃病很有效 贝多芬的音乐 对忧郁症有帮助 还有长期睡眠 导致身体不适的时候 听巴哈的音乐 是可以憨然入梦 所以看来这个音乐 也是可以对症下药的 对 这个地方 我可以举个我自己的例子 我在三十多年前 在考中医师考试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因为我自己的记忆力 我自认为是很不好 因为从小就对这个 那些文科要记忆的科目 是总是考试的时候呢 是觉得非常不能够得心应手 所以在考中医的时候 也要记很多东西 可是那个时候呢 读了很多的书里头 告诉我们说 要听巴赫的音乐啊 也就是听这个 所谓的 什么 那个时期的音乐 那个时期的音乐呢 就是速度比较慢的 那这样子 我就去到处去找这个巴赫的音乐 但是当时找到的 它的录音品质都不怎么很好 所以呢 就放弃了找巴赫的音乐 后来呢 就找到了这个 找到了另外一个音乐 也就是一个电子琴的音乐 而这个电子琴的音乐呢 那个作曲者 他是每一次在 在这个 要弹奏 要演奏的时候 他都是一定打坐 打坐完了以后 他再开始弹奏音乐 而且他弹奏的音乐 大部分都是一秒一拍的音乐 结果呢 使得我的心脏的 或者心绪能够比较宁静 因此呢 我那个时候 虽然说是在紧张状态当中 却读书 却读得很 就是很容易读进来 而且记忆也记得很好 不但如此 连睡眠都睡得很好 因此呢 我那一次考试的时候呢 也是非常得心应手 该记的东西都记得很清楚 一直到现在还几乎不忘呢 是 所以看来音乐呢 对人体呢 都是非常有帮助 也是非常有影响的 让我们YouTube 有一位朋友是提问 这个搜手 他是问说 一大调 您刚刚说是对应肝 那其他的脏器 是对应哪一个调性的音乐 请问胡医师 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好 这样子 我们常常讲 Doremi Sola就是工商觉知语 Doremi Sola 那D调 D就是C调 Re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讲 觉知工商语 工调 商调 那就是C调 七大调相当于工调 那么D大调相当于 这个相当于肺 也就是商调 然后再来 觉调就是相当于 这个一大调 然后G大调 是相当于 相当于止调 然后语调 大概就是所谓的 拉调 Doremi Sola 就是A大调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去选的时候 你就选 这个选 C D E G A 这几个大调 那么他们的音乐 可能就对的 对应的就是脾 肺 肺 肝 肾 和肾 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样子 你去找的话 就可以就有所本了 可以去找这些调性 来听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